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 今天去探店 以前给大家热情推荐过的 严肃鸡之神 扎巴萨嘎 搬到了Doraville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 现在离各种吃的都特别近了 非常适合打一套组合拳 比如吃完严肃鸡 再去买点其他好吃的东西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一套 menu都写在墙上 严肃鸡是这个 chick bits 我现在有写中文 演词 chick 卡哥来见证一下 是不是还是辣个味儿 香味来讲还是辣个味儿 还是辣个熟悉的味道 是的呦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买这个香芒的味道 九层塔 嗯 真香 这么说 还是辣个味儿 人家搬家了 又不是换厨师了 哈哈哈 那谁说的 我觉得这个饮料就有点变化 这个啊 对 我跟小明都有 那没有之前 丢丢小意见 严肃鸡 还是辣个 严肃鸡 但是 这个季节限量饮料 当时我们特别推荐过的这个pineapple drink 有一点点变化 有没有可能现在是秋季了 那你就别做呀 你既然做了 那我的 expectation 并没有放低吗 买了菠萝还没弄完呢 我觉得有一点淡了 就是没有之前喝那么惊艳 就觉得有点淡 但是 还是一个好喝的drink了 就是没有之前那么惊艳了 然后一口狂选完 我喝了不行 但是我觉得颜色为什么有点变化 你觉得不觉得变深吗 我觉得还好 我知道今天为什么颜色变深了 上次我们点的时候 没有加它上面那个 有点辣的那个spice 今天让它加了 但是我觉得还好 其实不是很辣 对吧 就是一点点 我觉得对于那个味道的提升 是有帮助的 嗯 吃严肃鸡小技巧 趁软 虽然很烫嘴 但一定要趁软 因为这个东西稍微搁一点 味道就一般般了 对 就现在吃感觉这个肌肉好fresh 嗯 好嫩又juicy 然后又外面有一点点胶 嗯 放一放就会感觉可能就有点 不知道 放一放你却下次不想吃了 对 今天咱们打一个组合拳 吃完这个 吃完这个 吃完这个严肃鸡 咱们再来吃个鲜鱼鲜 虽然现在是夏天 但有一说一店里真凉 所以俺俩点的是热的 对他们家热的选择 有红豆的 有烧仙草的 这个看台下有烧仙草的 还是你这看着丰富 是吧 嗯 这个是红豆的 红豆 大红豆 这个是玉米的 芋头 大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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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头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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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什么料 好 好 好